2016年选秀大会 来自中国的又一位天才中锋周琦 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 他的身上也将寄托着 14亿中国球迷的梦想和希望 休斯敦火箭 对于每一位中国的NBA球迷来说 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抹不去的红色记忆 火箭情节 2002年NBA选秀大会 伴随着NBA前任主席 大卫斯特恩的宣布 来自中国的姚明 成为NBA状元秀 休斯敦火箭在那一刻 成为了中国球迷们的主队 从2002年开始 姚明远赴大洋彼岸 姚迈组合带领着休斯敦 征战此方 留给中国球迷 一段段珍贵的青春岁月 如今姚明早已不再踏上球场 休斯敦的红色记忆 却成为一种忘不了的情怀 而周琦 今天又让我们重拾这段记忆 接下来我们跟随周琦的脚步 体验大魔王的成长经历 当诺娜的球馆妹 歌唱祖国响彻全场时 注定这将是一个传奇般的夜晚 在这里 中国南南刚刚完成了 不可思议的20分大逆转 战胜了亚近赛强敌韩国队 而这一切的缔造者 正是年仅19岁的周琦 阿弹江匹马砍下了21分和8个篮板 带领球队完成救赎 在这个传奇般的夜晚 他成为了最璀璨的一颗灵珠 我们赛前不是很清楚吧 公主老说我们不要放弃吧 毕竟是第二场比赛 然后还有两节球 我们队友很团结 然后赢下比赛 是我们之前不输的回报 一战 名动天下 自死之后 全亚洲都知道 周琦的名字 事实上 出生于篮球世家的周琦 从小就展现出了 异于常人的篮球天赋 父亲周建伟 曾经打过职业比赛 母亲的身高也达到了1米8 从小时候的照片当中 我们不难发现 打小周琦的身高 便远超同龄人 在父母的影响下 周琦从6岁半 便开始接触篮球 待到9岁时 背井离乡 类别父母 前往辽宁复兴 踏上了专业的篮球训练之路 大家好 我是周琦 周琦 身高2米15 地盏2米30 体重85公斤 中国国家青年南篮中锋 现效力于辽宁青年篮球队 今年刚刚15岁 天赋加勤奋 令周琦很快展露头角 15岁的他已经成为了国字号成员 代表国青队 征战土耳其U16南篮邀请赛 并带队夺冠 身低13号球衣的周琦巴夫出色 与土耳其的决赛中 他又交出了30分 17个篮板 够8次封盖的数据 为中国队的最终胜利 预算合肥 待到两年后的U19世青赛 17岁的周琦凭借着 场军送出的不可思议的 5.4次感冒 帮助中国队拿到第7名 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中国 季姚明一见连之后 最为耀眼的新星 从球迷到球探 再到NBA的球队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 又出了一个才华横溢 前途无量的大个子 尽管这个大个子身材千禧 体格单薄 但正如有些鸟儿 是关不住的那般 有些天赋 也是无论如何 都无法通过训练造就的 波特兰耐克全球峰会 这里是全球篮球裁军的圣殿 每一年的篮球峰会 都看成是篮球天才少年们的 华山论剑 这里被誉为巨星摇篮 被定义